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现在呢 深陷这个新北市私立幼儿园的 胃药案的风暴 我们来看到在昨天 他有到新北市议会 做了专案报告 但是呢 当下这个侯友宜 他态度直接非常强硬了 他说赖清德还有绿营明代 说的话都不是事实 他们都是在制造恐慌 同时呢 他还有想要问的是 目前没有一位老师被收押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呢 不过其实当初 昨天在新北市议会的场面 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我们来看到 引爆了一波蓝绿冲突 好当时呢 叶元职就有特别提到了 民进党不断说家长 四月份就通报 这个是假消息 根本是在制造社会恐慌 好另外呢 这个是兰茵的议员林国春 打巡的时候痛骂的是 乌龙政府狗关一堆 好质疑绿伟张鸿路 谎报家属 四月份就有通报 好这个是假讯息 因此林国春直接说 你这就是造谣嘛 好没有想到呢 此话一出就立刻引发了 蓝绿议员的叫嚣了 因此昨天在这个议会当中的场面 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但是呢我们来看到 绿营人士就说 侯友宜你昨天到议会去专案报告 根本就是快闪 报告的不清不楚 不过呢新北市政府也立刻做了澄清表示 造谣者又来了 我主动到议会做说明 没有想到竟然也被外界曲解 好但是呢 其实目前针对这个私诱 所爆发的未要议案 对于侯友宜的选情来说 伤害的确在 这是张雨萱的分析哦 他认为侯友宜必须要 认知议会的未要案报告 是总统大选的战场 是最好的舞台 并不是一场鸿门宴 另外侯孟凯他有特别提醒侯友宜 掌握快文准辩证快 回应文发言准 他说呢这个选战七个月 绝对能够后发限制 不过呢根据了近来 所公布的多份的民调 侯友宜的民调呢 被大家所谓来到老三 就是排行第三 好现在呢 外传这个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他出手咯 因为他派了自己的人马 就是台北市政顾问陈国军 要来进驻侯友宜的团队 好陈国军呢 他是朱立伦的人马 一路从桃园市 当初的桃园县 跟朱立伦到了新北市 来做服务 他最擅长的是处理时事 舆情熟知空战 还有议题战 好现在希望呢 他进驻侯友宜的竞选团队之后 能够把整个选举的节奏给稳住 好侯友宜呢 在昨天到了议会 做了专案报告 但是当下 他除了指控绿营 恶意指控之外 他同时也要检方立刻查办 如果真的有公务员独职的话 那么就不要客气 很多都不是事实 都是造谣抹黑 因为并没有邀请我来 我指动到 你必会来 侯友宜直求对决 为的就是要证明 幼童的未要案 新北市府的清白 既然有人恶意指控 这个指控是涉及到 所有公务人员 有吃案包庇的情势 新北市府确定 5月15号才接获通报 也成立医疗小组 民进党却把事情升级成 政治攻防 好好回答 5月22号家长打电话 你刚才都没人屁股啊 这个委员是17号 通知委员 10天内有给 几月几号 好几月几号 在我们的流程图里面 几月几号 把对手操作成延误包庇案 至于说要员从何而来 还得等司法单位 尽速理清 你知不知道 我尊重整个司法调查 那你知不知道他来源在哪边 你现在知不知道 是检察官在调业的 所以你知不知道对不对 民进党议员集体围剿侯友宜 没有想到却歪楼 国民两党议员戴伟山跟林博春 互骂狗官跟渣男 两个人大吵一架 乌龙政府 狗官一堆 这个 这个主委 有事业费吗 没有啦 民进党的政府 一直拿这个做文章 觉得说1999 电池记录骗不了 我们的数位发展部在睡觉啊 侯仪被群起围攻 假讯息满天飞 但若只是健烈欣喜 一不时资料进行政治斗争 牺牲孩子健康安全 岂不是冷血至极 记得时温仙 以驾驭 台北新北报道 好 但是针对这个侯友宜 在面对未要案的态度 还有处理的方法 很多的蓝营明带也批评 这种危机处理方式 是不及格的 好 李燕秀就说了 经过这件事情的教训 侯友宜未来 所有的动作跟发言 都要有更多的政治思考 甚至要考虑 是不是应该要提早请假 来打选战 我觉得侯友宜既然没有请假 我觉得在新北市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就要把它当作 有可能被操作为 政治事件来去处理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 其实刚好也就是 在看观察 未来侯友宜 他的执政能力 去处理危机事件的处理状况 到底如何 那平良心讲 我觉得整件事情处理的过程 我觉得对于蓝营的名单来说 满不满意 我觉得大家是交集的 大家觉得是不及格的 这一次侯友宜的危机处理 有待加强 确实那未来 其实这才刚刚七个多月 才刚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检讨的机会 重新整队重新再出发 我们也期待侯友宜 无论在空战的部分 或者是对外重要的演讲 如何去把它补得更好 那在第一时间 把他的重点接触 让外界知道 你每一场演讲 你的精华是什么 你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那你的每一个事件 危机处理事件过程当中 你对外你处理的过程 要第一时间对外交代清楚 避免被人家打无贼转 我觉得侯友宜的政治应变 远低于民进党的政治操作 我觉得就是说既然侯友宜 他还没有请假 现在在台北市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 都有可能被政治操作 所以现在新北市政府 他就必须要除了 好好做事 原来的政务官事务官 你要去加更多的政治思考 否则侯友宜他就是得请假 那我觉得这个是 很重要一个基因 我相信侯友宜在这个事件之后 我相信他也会陷入 就是说会审慎去思考 接下来请假的时间点 到底要不要提早 或者会不会采取其他的动作